好,我現在到達海德堡了 想試的時候,之後再跟大家講話 但是我現在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現在在做親人旅館的樣子 就是,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們就是無人房 然後剛剛這邊來了一個韓國人 好像是,我不知道哪裡的 然後,我做這個 我是這個床 這床超棒的耶 就是,其他都是雙上下的 然後,就有一個單人床 喔,中庭 然後,這裡是廚房 他剛剛跟我們說有咖啡 還有什麼牛奶之類的吧 都可以自己拿的樣子 其實其實還蠻不錯的 廁所 廁所就是要一間一間的 嗯 好 我們剛剛下面是大廳 左上位就是,馬上就放在一樓 總之我今天早上從隆倫堡出發之後呢 先到了Voltzburg 烏茲堡 去參觀了一下那邊 但是我那邊沒有拍Vlog 就是拍拍之後 那邊也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非常值得參觀 然後,就是走得蠻累的啊 走了一整天這樣子 然後大概下午三點 四點的時候 我就從 那邊搭車到現在這邊 海德堡 大概剛剛七點多 入住都要我這個旅館了 總之我明天先詳細的拍 一些 東西給大家看吧 我現在要去吃飯了 明天見,掰掰 掰掰 好吧,總之我現在 早上 現在已經九點半了 剛出門 然後後面 這邊就是我住的那個旅館 那個親人旅館 整體來說的那個什麼 都還蠻乾淨的啦 也住起來蠻舒服的 不過昨天晚上有一個 那個韓國人打呼很大的 在我來的路上 看這個 這個石頭路 雖然看起來很好看 但是 那時候拉行李 真的超重超難拉 拉一個卡一個 在附近有個小火車站 就是上那個 上面那個山的吧 所以我現在要去 現在要去搭小火車 然後 再看看吧 我剛剛從旅館走出來之後 是旅館嗎 走出來之後就一直往前走 然後我就一邊錄影 一邊走往前走 結果我後來查一下Google發現 我要搭小火車就在旅館對面 就是這邊 超好帥 這應該是小火車家那個 城堡 西游的移植 應該是往外邊那邊走 這也是小火車站的 外面看不出來 我一直以為這是停車床之類的地方 這裡寫著 問著送送窗 這寫著 還在別人 別人 別人 然後這邊就有寫 它 這種搭車的 從最下面這邊 從下載的地方 然後 搭到這個城堡 然後可以一直到這邊 拿到票了 如果學生的話 只要10歐元 就可以贏了 就可以到這裡 然後是 這兩段 包括來回的 售票了 小飯圈 是在山洞裡面開的 我以為它是 那種露天的 根本就看不到外面的風景 這是城堡嗎 總是跟大家走 應該就 可以走到 遇到台灣的風景 聽到台語 聽到台語 看它這邊應該才是城堡吧 OK 謝謝 一走進來就看到很高的 這個 這上面真的很值得上來 參觀 雖然城堡好像 我不知道城堡可不可以進去 不過其實外面看起來 就有點像廢墟 不過那很多人在拍照 不過從那邊 從那個台上看下去的風景 真的超好漂亮 這上面好像是一個 小餐廳的樣子 哇 這是什麼 完全 圈 嗯 這個是什麼東西 我真的完全摸不著頭緒 摸大的東西要幹嘛 這是 應該不會是 應該不會是誰啊 就是 腳的元氣 到這邊高度而已 這上面這麼高 這應該是我看過最大的腳槽了 這真的是腳槽嗎 這一點我不敢想像 我現在要搭攬車上去第二段 的那個 地方了 剛剛在這個 咖啡店那邊 吃了一個 薯條 然後他 老闆開玩笑的說 那是 海德堡最好吃的薯條 其實在這邊很多 觀光客 我剛剛遇到很多台灣團 中國團 韓國人 還有很多 應該是英國團吧 這邊真的是一個很有名的 景點的樣子 海德堡真的超漂亮 我們上去看看 上面會不會有什麼 更精彩的東西 就在這邊 在這邊 這裡 看著 那裡 我們在這裡 在這裡 都是 搞定 你在哪里 要不是 其他人 啞 這一段小時超直拉的 因為我們大概等著十分鐘左右 超遠的 路上應該就是看一下風景嘛 這邊應該也沒有什麼 對 但是風景很美 我今天 今天看不太到東西的感覺 這上面應該就是什麼 聖靈公園的感覺 這就很多 很多樹 感覺走進森林裡面 就會走不出來這種 森林感 這邊有寫一些 應該去哪裡逛之類的 這邊有地圖 嗯 不過現在好冷 而且我也沒什麼興趣 走路 我覺得差不多下去好了 現在其實才中午 中午一點左右而已 所以今天Vlog人會太長 所以我這邊先切斷 我們 Part2見 掰掰